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三观破证 我是周鸿 那今天大盘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今天的量 预估大概有4800多亿 那可是今天涨停板的加速很明显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只剩下十几家 跟前两天来相比 尤其跟上个星期来比的话 很明显还可以看出来 这个涨停潮 有慢慢在退却的这个情况 那当然涨停板的加速变少了 是否就意味着整个行情 有点涨不动了 我觉得是要分两个部门去探讨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台面上 有一件事情是可喜可贺的 什么可喜可贺的事呢 那就是3228的这个金利科 总算是不在跌停板 那当然了 金利科的不跌停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角度去思考 就是说是不是 这个高价的电子股有机会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那些传产 你看这两天钢铁紡織这么的强 对不对 还有这些航运这么的强 会不会这个主流要开始轮替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必须要超全去思考的问题 所以你看 为什么今天提醒大家 扫码加入这个周老师的粉丝团呢 除了给你这个潜力股的 这个及时分享之外 最主要还是在边 有没有看到盘氏的解读 我相信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粉丝团 包括我也有 那当然我的粉丝团成立的时间 因为比较没那么久 也许人数上跟某些老师的人数来比的话 可能有差很多 但是我觉得这样没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一个老师的实力 一个团队的实力 是可以经得起考验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这才是重点 这才是重点 那当然我经常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既然我们要成立这个粉丝团 那到底我们要给这些粉丝们 什么样不一样的体验 还是每天只是告诉你 哎呀带着钢灰往前冲 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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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就叫你不动人来买股票 但是都没有给你做任何的什么 教育跟训练 我觉得这很重要 大家了解到就是说 今天如果你把今天炒股票 我这么讲好了 比如说你今天把做股票 让这个投资当成是一个 长期的这个事业去经营的话 你去思考一个问题就好了 你有可能一辈子就是 每天在等着老师告诉你 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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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等抠讯吗 应该 很多人应该是没有做 这样子的打算才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你今天 你选择一个老师的团队 然后进入他 加入他的粉丝团之后 我相信对很多人的体验 我们常讲体验嘛 你去把公司有什么什么的体验 新的化妆品上市 体验化一下 新的香水上市给你喷一下 给你体验一下 为什么现在人这么重视这个体验 就是因为说 我不知道买回去会不会后悔 我这个味道不喜欢 买回去不喜欢放在那边也是浪费 对不对 多多少少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嘛 叫我们说现在的新车 不管是五十万的车 五百万的车 基本上都会让你试驾 除了法拉丽那种千万是没在试驾了之外 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大家这么重视体验 就是因为不希望做了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嘛 所以这边提醒大家 我不敢说今天你加入我的这个粉丝团 我可以给你包山包海 你要什么给你什么 但是我尽我的能力 尽我的可能来告诉你 对不对 盘应该怎么去看 还有如果我有看到什么不错的票的话 我也会在及时的盘中给大家做个提醒 是这样子吗 等一下来看看 好不好 我们先把大盘聊完 等一下再来告诉大家 加入周老师的粉丝团 你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好不好 现在大盘已经很明显 可以看得出来 预证乏力了 当然我不是说它一定会跌 可是我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最近行情肯定要先进入一个盘整的阶段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美股的习惯 或者欧股的习惯 最近美股欧股 你看昨天到纳斯达克指数的跌幅 就稍微比较大一点点了 也可以印证我所讲的这个道理 那当然这一波行情从这个 从这个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个8500点起涨到目前为止 不可否认 你看这个指数基本上已经翻一倍了 已经翻一倍了 那在这个整个指数大盘 这个翻倍的过程之中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到 就是说在底部的时候 这边的量能 其实并没有说非常的明显 反而是攻到16000点之后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哇这个指数随着这个水涨船高 连开户数都创下这个单月的新高 对不对 这真的是过去台湾三十几年以来没有见过的荣景 那我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 你在8000点这边你没有进场的 然后看到指数13000了 13000这边又没有进场了 一看一晃眼 一万六了一万七了 想法也知道嘛 大家肯定会慌了嘛 很正常嘛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有人告诉你了 我在一万年告诉你 你不进场你不满 你看现在已经一万三了 一万三你还在半信半疑 怎么可能呢 一万三了 台湾的过去的历史新高是12676嘛 对不对 怎么可能还会再涨 当你在呼吁在质疑的当下 没想到行情又来到一万七了 这时候很多人都受不了了 哇 万一被哪个名嘴说中了 行情只看两万 甚至有人看到更高的时候 哎呀 那我现在一万七千点不进场的话 万一真的两万点 我不是呕死了 我觉得有这种想法很好 问题就在于说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大盘第一次创这个万点新高的时候 大概在去年吧 我记得印象中是去年 7月20几号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7月20几号 对没错 7月28号我记得 你看那天大盘最高来到多少 一万三千点 哎 台积电也刚好在那天创下什么 新高 同一天 这表示什么 表示说台积电对于大盘的指数的贡献 几乎是 标配的满满满的 几乎就是靠他的 然后呢 第二次大盘在创下 一万六千点的新高的时候呢 台积电来到多少 679块 也是台积电所贡献的 也没错 所以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我这么讲好了 从去年台积电起涨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来讲台股的指数都是靠台积电所贡献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最新的台积电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怎么最近都不动啊 为什么最近都不动 这个就是最近很多粉丝们一直在问我的同一个问题 老师 我看了很多那些节目他告诉我们 就是要买半导体 就是要买什么IC设计 当然IC设计前一阵子还是算不错 最近也有些不错的 我觉得大家布局方向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的错误 但是我经常纠正我们所有的这些粉丝团里面的投资朋友 我经常纠正他们的观念 别忘记 台股不能只靠台积电来撑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就可以把其他股票全部下市 我们只要玩台积电就好了 有这种股市吗 应该没有嘛 过去越南最少还有六支股票 也没有说只听说有哪支股票 只有市场这一支票 有柬埔寨 柬埔寨我印象中好像只有四支股票 但是这四支股票都公营 比如说电厂 然后自来水公司 基本上都公家机关 那你说你在那个市场 你能够有什么什么大的作为 选择那么少 选择那么少 所以这边我就要纠正大家的观念 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可能 是最近这一年或这半年 才开始进入这个股市 所以我发现大家 这些新的这些股友们 我们讲这些投资朋友 基本上来讲他们都还没有经历过 所谓就是说过去台股万点崩盘 那种震撼教育 所以在他们心里面来讲的话 股票市场几乎好像就是跟房地产一样 只会涨不会跌 你看这个央行拼命的打房 可是感觉起来 好像台北的房价也不太压得下来 对不对 为什么 这就是因为跟通膨率 跟这些人力物价这些成本 是有绝对的关系的 好 这就是题外话 所以对很多投资朋友来讲的话 他们 我常常讲一句话 很多人都是赚了指数 然后亏了股价 那最近就是很明显的这种感觉 如果你今天看大盘的指数 然后手握的 类似像半导体台积电这些股票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到 最近这一个月心情肯定不会太好了 别人买这个钢铁赚翻了 别人买纺织赚翻了 奇怪了 我怎么买半导体好像很难赚 没错 不要说你有这种感觉 我自己也看出来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要什么 调整策略 当然 而这种调整策略 也不是说那么简单的 也不是说那么简单的 来 很多的粉丝有在问 就说 主要是你的节目叫做三观破证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来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节目的 没关系你就听我讲 好不好 那如果你有看过的话 没关系 我当复习 或者是可以看一下下午的 这个YouTube上面的 我的这个晚盘 晚盘的结盘 三观破证的概念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什么是三观破证 简单的说就是观形 观视还有观器 好很多投资朋友可能了解到 官视我懂 就是什么这台面上流行的这些股票 什么的 对不对 但是观器跟观形 这又是什么概念 所以 当然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这个就像孙子兵法里面所讲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有的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市场上 能够战胜 市场的这些公司派 主力大户来讲的话 不是光靠你懂基本面就有用的 很多东西环环面面 你也是要懂的 如果说当然我不是说 基本面的信奉者是不对的 但是就我过去这么多年炒股的经验 来告诉我 我觉得你不能放弃技术分析 你也不能没有技术分析的底子 所以在我的整个三观破证的概念面 的这个概念组成里面来讲的话 观形观世跟观器 也就是我在研判行情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好 那什么叫观形观世观器 简单的讲 它有三个核心价值 第一个 我们要了解波浪 懂得波浪 你才知道能够观趋趋势 掌握大行情 你才能够真正抓得到 你不懂波浪 基本上很难抓得到 那再来 混沌乐和战法 它的重点就在观形 什么观形 就是说 到底这个股票是在盘头 还是在盘底 还是在盘整 你要看得懂啊 你误把盘头当盘底 我告诉你 那你就买到最高点了 懂吗 所以说这个很重要的 然后再来就是观器的部分 当然观器稍微比较难一点点 因为你要练到这样子的程度 看一眼就知道股票会不会涨 本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这就是我三观破证的一个概念 好 在这个三个概念的架构 在中国之下 当然我还是有一些 炒股的一些坚持嘛 就像我昨天有跟他提到的 就说我的理念很简单啊 因为我知道 买最低卖最高 那是神在做的事情 我知道我不是神 因为我不是神的关系 所以我不能告诉你 哎呀你跟着周老师 一定可以买在最低卖在最高 这我不敢讲 对不对 虽然偶尔也不小心买在最低啊 但是那不是常态嘛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了解到就是说 你今天你在选择一个团队 你在选择一个老师 你一定要了解这个老师在玩什么游戏啊 就比如说 现在大家人手一击对不对 很多这个 我看这个每天晚上我去电视 找广告的时候 全部都是手游的广告 哇就在告诉你们战三国啦 什么再见三国啦 没有光一个三国的故事的这个游戏 基本上有三百款啊 那你怎么知道你要玩哪一款 所以这个时候就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好 如果我真的要玩这些手机游戏 我总是有我自己的一些取向嘛 对不对 我要玩RPG的 还是我要玩什么格斗的什么等等等等 这个时候很多投资朋友就开始出现一个什么选择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参加老师就是这样 不然我参加看看啦 有尊我哥哥续约啦 很多人都这种想法嘛对不对 你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你搞不清楚这个老师在干什么嘛 如果今天一个老师很清楚告诉你我在干什么 那你就不会有什么什么我先试试看那种感觉 这样懂了吗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到就是说 当你今天来找我周红的时候 我能给你什么 我就是告诉你 我就是不求卖在最低 我也没有办法卖在最高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说 当每一支股票它的起涨点出现的时候 我会带你进场 这就是我一贯坚持的风格还有原则 好 是这样子吗 当然不能嘴巴讲讲的嘛 总是要拿得出证据嘛 对不对 来 今天有一支股票表现还不错 这叫6278的台表科 好 当然平常先讲台表科 它这一波还真的是没有什么涨到 你看它在这个去年 基本上跟台积电一起创新高完之后 哇 怎么跟台积电一样盘了这么的久 当然如果你可以买在最低卖在最高 买在最低卖在最高 当然对很多投资朋友来讲的话 我还是有价差可以赚啊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有办法买在最低卖在最高的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说 我这么打个比方好了 如果说今天我们有办法掌握 它即将起涨的这个点 而且是超前布局 而且是提早发现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啦 这个就是我一贯的坚持还有风格 来 给大家看一下 4月7号的那一天 好 没看到 4月7号 在4月份 在3月底 4月初的时候 我有推出一个计划 叫做百元布局计划 那个时候我锁定的股票 都是大概100出头的股票 当然台表科只是我其中一档 还有包括像昨天跟他讲过 像神盾啊 志义这些 也都是当初在布局的这个标的里面 那当初为什么锁定台表科 这边写得很清楚啦 因为台表科今年还有不少的产品的挹注 包括像面板的能见度啊 可以看到2021年的上半年啊 包括它的应用 不管是在电视或者是NB上来讲的话 它的需求还是持续看好的 还是持续的看好的 这样懂了吧 所以你看在台表科还没有开始动之前 你看这是4月7号嘛 我们来看一下 4月7号大概在哪个位置点 来 这边我有截图 来 有没有看到 早在还没冲上去 刚好突破的时候呢 我就在第一个时间跟大家分享 这边有日期 按照我们这个主管计划的规定嘛 一定都要有完整的记录 你不能说事后说 哎呀 你就说你有买 结果你拿不出证据 没有 但是我一直强调一点就是说 我今天并不是来告诉大家 哎呀 什么我有多厉害 因为台表科事实上 今天看也没有掌停嘛 对不对 很多人会想说 哎呀 这个周好师也奇怪 每个老师都在表演掌停板 你拿一支没有掌停的 对不对 来讲有什么意思 我的关键不是在卖掌停板 说真的 如果你今天是为了追逐掌停板的 可能你今天看三观破证 看周好师你可能会有点失望 但是就像我刚刚有跟他提到的 对不对 今天 我所要给大家的理念概念是什么 我今天要给大家所传达的一个讯息是什么 这才是最重要的吧 所以你看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提到 就是说今天 你要跟周好师学习三观破证 你今天来跟着我学习我的独门绝技 红势绝学 对不对 我能给你的是什么 就是这么简单几个字 这几个字几乎就把我整个三观破证的精髓全部贯穿了 让大家了解吧 这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跟他提到的就是说 今天很多粉丝们扫码进来了 每个老师都有粉丝团 对不对 这个也不错 这个看起来不错 那个看起来不错 那到底哪一个才是能够真正帮助得到你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很清楚地告诉大家 今天你加入我周老师的这个Light at这个粉丝团 我不敢说我可以给你全世界 我不敢说我每天都可以给你标股 这个我不能这样跟你讲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学习 我希望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成长 我也希望说可以带领所有的投资朋友 还有粉丝们一起闯荡这个股海 股票市场现在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风险 但是你不保以后没有风险 所以你一定要跟对老师 你要跟对团队 所以说记得扫码加入 周老师这个粉丝团 除了每天的盘式解读之外 有不错的潜力股 我也会就像刚刚台表课一样 马上立刻在群里面给他做分析 你刚刚所看到这个内容 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群里面 Light at里面群里面 几乎是同步的 博卫说今天说 老师你说你有讲 怎么我们在群里面没看到 我们粉丝团怎么没有看到 一定都有 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这是4月7号那天就提醒了 也许你会觉得说 哎呀这个周老师 4月7号今天都已经几号了 现在还在讲台表课 不是的 我再跟他强调一点 我所着重的是所谓的超前布局 我不要说等到股票真的涨上去了 才在告诉你说这个票有多好 对不对 这种事情很多人都会做 那不见得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就是说 当股票还没有大涨之前 就像昨天大家有看到了 我昨天不是给大家看到这个 对不对 你看我们再看更早之前的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老王卖瓜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你看3月16号我就告诉大家什么 你看今天转强的经验 杨明光 申科都是急剧有补涨效应的 你看当初我点名这些三支股票 我问大家哪一支没有大涨的 哪一支没有大涨的 这个就是加入粉丝团的好处 因为你可以取得第一手 我所看好这些股票的讯息 等一下持续来跟他做分享 我们先进闻完告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陈通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同步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2752 5868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 冲洗水通通收集起来 可以用来冲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结尾用水从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气象局 吴婉华 我的神水好习惯 是把洗漱果的水 和厨师机里收集起来的水 累积起来 用来浇花 擦拭家具 还可以拖地哦 一水多用 解水可以很轻松 好 欢迎来到现场 来 记得哦 想要了解 这个周老师对盘氏解读的 第一手看法的 甚至于你也想知道 有没有锁定到 什么样的潜力股的话呢 记得哦 赶紧扫一下 我们这个屏幕上方的 这个二维码 加入周老师的 这个LINE AD的粉丝团 好 那Telecom的部分呢 那边我也有组一个粉丝团 但是目前来讲 先以LINE AD的这个为主啦 我觉得不用把大家打散 服务就集中化一点 我觉得这样子的服务体验 应该是会更好 好 那今天反正大盘是盘整嘛 我们就来聊聊一下 一些对过去的一些看法 还有一些股票的 一些规划的做法好了 好不好 给大家多认识一下我 因为我觉得 我其实很不喜欢 这个投资朋友去做比较啦 因为毕竟这个行业 没做久就大概知道 其实大家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骑驴找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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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你这样的到处骑驴找马 你不如先搞清楚 先搞清楚我周老师在干什么 如果你能够了解到我在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时候 当你要成为我的会员的时候 哪怕你不当会员 你成为粉丝团的 这个这些粉丝们也无所谓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周老师在干什么 而不是每天天马行空地告诉你 行情有多好赚 我又赚了多少 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啦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超前布局 你看三月十六号的时候 我相信三月中的时候 那时候行情还是一般般啦 那时候大盘也不过刚好 占上一万六千点 但是你看我告诉大家 目前大盘站稳所有的均线 只是量缩在盘整 简单的说就是在 酝量一波新的行情 所以我昨天有跟大家讲过 昨天就是三月十五号 当大盘量缩的时候 当全脂股休息的时候 就是小型股的天下 你知道这句话有多重要吗 就是小型股的天下 为什么不说大型股 为什么不说台积电 因为我已经看到结果 所以这边我就告诉大家说 如果小型股认为是近期的主流 那么补涨的效应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你看我在三月中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六四一一的经验 杨明光 申科 都是急剧有补涨效应的 懂吗 这就是所谓的超前布局 不是事后诸葛 经验 我们买在突破点 我们看到带量突破转强 最高来到多少 179 光经验 波段涨幅高达五成 我们看到 申科 很多老师的申科 都是后面才追进去的 不好意思 我们大概在28块左右就进场 我们看到 5272的申科也是一样 就是事前公开分享 不是事后诸葛 我们看到 光申科的波段涨幅高达八成 很多老师是后面这边才进去的 懂吗 我们是这边进去的 是不是超前布局 赚得比人家多 就是这种概念 好 再来 杨明光 杨明光在上个月的时候 有段时间也是表现不错 虽然后面这边在盘整 但是一样 是不是超前布局 是不是告诉你 你看刚好突破的时候 赶紧干嘛 赶紧分享见证 也告诉你 大量突破 能量转强 你们看到 杨明光最高 还有来到100 光涨幅也高达四成七 这就是我的风格 这是我的风格 因为我希望所有的粉丝 一定要了解到就是说 今天 当你在选择 你想要参加一位老师的时候 你要先了解到 这个老师到底在干什么 对不对 而不是说今天 怎么办 今天要做生意 上节目还没有股票要讲 随便临时抓一只股票来演一演 有必要吗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求神拜佛的习惯性 就都会知道 我们今天为什么到庙里面去烧香拜拜 绝对不是去求过去发生的事情 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 你没办法改变 我们都没有你去修香这个拜拜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就是祈求 哎呀 请这个佛属保佑 我今年可以发大财 对不对 可以赚得比去年多一点 那也是希望说干嘛 祈求家人平安 都是这样子 所以就可以理解得到就是说 我们今天做股票 我们所要的是什么 就是知道 你就告诉我 未来还有什么股票会涨 这个就是所谓 我的操盘理念 因为我一向一贯的坚持 就是告诉你 因为我已经很清楚告诉你 我不追求买最低卖最高 但是每一支股票的起账点 我都要做得到 这个就是我一贯的风格 一贯的风格 是这样子吗 来我们来看一下 来 这是在上个礼拜五 有没有看到 今天依旧是中低价补障国的天下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 这股落后补障的风气 一时间是不会退去的 说不投机多多少少还是有啦 做做短线倒是无妨 好 这边的废话我就不再多讲了 我只告诉大家 我个人认为 补障股还是很有机会的 就这么一句话 所以你看到在三个星期五的时候 我就提醒大家 二三五一的顺德 你看突破点进场 今天的顺德 虽然不是说很强啦 但是昨天的表现还是可以的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持续的创新高 对不对 这就是超前布局的魅力 懂得吗 再来昨天 这是昨天4月49号 这边遮起来的 我是不是讲得很清楚 在我的规划中 逢低布局有机会补涨的票 将会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 按照我在三月份的布局 比如阳明光 智义 经验 深刻 阳光等等 我们的方向都是正确 而且都是完美卡位的 那你看我昨天在我们粉丝团里面 有分享的两支票 一支在这边 你看手游的概念 一支是萨热模组的概念 这两支票都是刚刚好酝酿突破 在昨天的粉丝团里面 我都是公开分享的 绝不偿失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如果你想要知道 第一手的盘式解读 还有周老师有什么 对潜力股的看得发 记得要赶紧扫码加入 周老师这个粉丝团 我相信只要每天的盘 是我有新的看法 最热最热 或者是我有找到 不错的票的话 我都在第一时间 分享在我们的粉丝团里面 给所有的投资朋友了 好了 时间过得真快 今天的时间也大了 你有什么不了解 不清楚的地方呢 当然你可以拨打 美信上的服务电话 还有今天下午我一样 我每天下午都会在YouTube上 录一段解盘的视频 我会把今天比较 对行情的看法的解读 也会有更详细的说明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直播 那最后呢 也预示我们所有的 投资朋友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本投资公司 因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創意比材竟在运通 拥有股票习惯